爱其实就是平凡,假如你觉得爱情是浪漫的,在美酒里流淌,是浪漫的生活,那你就错了,我会从故事开始,有一对同居情侣收入中等, 每天都忙于工作,闲暇时间出去散步,电脑分成两半,一半是男人自己的娱乐活动,一半是女人的娱乐节目,一半是女人的泡泡剧,一天女人说男人不爱她,爱她就该娶她,男子微笑着问,娶了你也可以和你离婚, 女人没明白这个道理,她给了男人两条路,一是结婚,二是离开,原来那个人走了,她什么也没说,对未婚女孩来说,结婚大概是最大的梦想,因为能找到一个温暖的肩膀, 但是,对已经结婚的女人来说,结婚大概就是一场围城,要结束那种保姆式的生活,假如爱情的作用是建立婚姻的桥梁, 那么浪漫的爱情就注定了夭折,平凡的爱情就会长久,对不对,上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,为什么男人们会选择离开, 第一,这个男人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,从来没有想过第二个女人,她一直很遵守爱情条约,虽然偶尔也会因为这件事引起不愉快,很快男人就劝好了她, 第二,男人并不懒惰,她帮她扫除,整理家务,在她生病的时候,还帮她洗衣服,最重要的是,每次生气,都是她先去巴结她,第三个,就是男人的自信,她是个雄心壮志的人, 她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,长痛不如短痛,所以她走了,那什么是爱情,却是平凡,上下班做家务,洗个澡,在第二天出门前关心对方的衣着和形象问题,生病的时候赶紧去抓药,这就是爱, 想起一对热恋中的女孩,因为情人节没有收到男孩的话,要去自杀,没错,人们有追求这种爱的权利,但是,这种爱只能像流星一样一瞬间消失,留下的是最平凡的东西, 爱情,爱情,某种意义上说,是尊重的交换,假如女人在厨房做饭,而男人在电视机前看电视,吃饭后又换成女人在上网,男人洗碗,这种爱也许会持久一些, 如果女人不选礼物,而选择多给男人一点空间,想必男人会很心疼似的意外的送她一些礼物,如果女人把怀疑用在信任上,根本就不会再找第二个女人, 她是一种尊重的交换,当达到一定的比例时,男人和女人就能和睦相处,许多人把爱想象得多么神圣,把日常生活看作命运的消极时刻, 其实就是如此,意念是一片湖水,是一片潮水,一个是永远不变的平静, 另一个是浪涛汹涌,来去匆匆,爱情没有永恒,只有白头到老。